來 醫治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那個心臟的問題 其實在中醫裡面 其實我們的面相 我們不是說面相 我們從望診的方面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五臟對應到我們的臉部 到底哪些位置 那可能就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剛剛提到的心健般脫椎 我本人也有 所以其實也是緊張焦慮 天氣變化 熬夜 其實都蠻容易發生的 那除了說耳垂這邊可以 我看你常常上健身房是不是 也有上過 對不對 像這個是不是不能運動太激烈 其實我就重訓個十分鐘我就走了 是喔 對 然後像我們剛才提到的耳垂 假如說有橫路 好像可以跟心臟有關係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我們的這個眉心 這邊的話其實有些人在 平常就很容易比較紅 那有些人他也會容易在這邊長痘痘 那其實中醫講的這個心 跟我們的腦神經系統有關係 也跟我們的血液系統有關係 所以不只有那顆心臟 所以平常假如容易心氣胸悶 或者甚至容易會睡不著覺的 他都有可能會反應過來 那比較多的真的跟交感神經 興奮會比較有關 所以有的人就會很多事情 需要去思考去想 規劃工作上面的事 家裡的事 然後反而想太多 想到睡不著覺了 這邊都會反應出來 我們還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臉頰這個位置 會比較包括了 我們下面一點是我們的腎 那在上面一點有我們的大腸 你說臉頰是大腸 臉頰在比較偏 顴骨我們的蘋果肌的這邊的下緣 這邊是比較偏 我們的大腸的反應點 像我今天其實帶來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患者 就一進門進來 我就看他的臉上 就大概這個位置 就有一塊咖啡色 比較偏深色的斑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醫生 我有痔瘡 我都每次排便都會流血 然後我就幫他整脈 確實他的脾胃腸胃狀況 不是很好 然後而且比較容易照熱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可以去檢查一下大腸鏡 好 看看你的那個腸子的 健康狀況如何 那他就聽進去了 然後他就確實去做 然後下次回省的時候 他就說 就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朱醫師 你是神醫嗎 你怎麼知道我大腸有問題 那個醫生就看到說 我大腸裡面有席肉 還幫我剪了好幾個 說要去化驗 我就 好... 那沒事就好... 那我就再去細問說 他平常的飲食狀況呢 他飲食狀況是 所以其實他這樣 對 長期在這樣子吃人飲 或者說 真的是一些比較不健康的糖 或者化學成分太多的話 確實會影響到 他的身體的健康 看完臉 接著要看哪裡 當然看手 那手有沒有什麼 我們醫師一眼 就會看出 跟一般人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我來講一個叫 褲狀質 把你的手伸出來 那你的手 週末梢的指節 怎麼圓圓的 像骨槌一樣 這叫做褲狀質 對 這個很多 像骨棒對不對 對 像骨棒這個 這要很小心 大部分都是心肺功能不好 一定要去查 比如說有些心臟衰血 或嚴重貧血 很久的 這個都會出現這種褲狀質 這要檢查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你到了那個天氣 稍微冷一下 你的手就發白到發黑發憨 那要小心 那有可能是一個叫 雷諾式症候群 這個雷諾式症候群 是一個 自體免疫疾病 你要去風濕免疫科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手指頭突然出現一塊 莫名其妙的一顆一顆 像腫化一樣的東西 而且很多顆 這種病人 大家自己都會知道 因為他會痛風一直發作 這個叫做痛風時 在我們的手指頭的關節 那另外一個 比較第一個 手指頭突然沒辦法伸直 他彎曲到一定程度會卡 像我們在摳扳肌 那叫做扳肌質 那他常常是因為你過度的使用 這叫一個驅止肌腱的一個腫脹發炎 這個可以去 現在有很好的治療方式 只要一個門診小小的一個治療 就會改善 那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婦人 不抽菸不喝酒 那都沒有症 那他只是覺得 最近又是累累的 然後又覺得說 是不是腎臟有問題 就來做檢查 那檢查了半天 還是都正常 全部都正常 都沒什麼問題 手我發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講大於計機 算命的不是說 這塊厚厚的就會很幸福嗎 對 很有福氣對不對 沒錯沒錯 他這一塊是凹陷的 而且壓下去就凹陷 大於計機凹陷 他跟我們的那個心肺功能很有關係 還有一個是常常是那種 譬如說晚睡到症候群 我們在打鍵盤的除濕 打網球的 因為這邊的那個叫做神經壓迫 會造成他 可是他沒有毛 他也不是 他也沒有 他沒有那種壓迫的那個症狀 可是他這個是凹陷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可是我們可以看土 他的手 有一個叫杵狀直 結果我剛剛講他的五隻手指頭 都像骨棒一樣 那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這個就是他的杵狀直 真的耶 這個就是不對 其實你們自己也可以檢查一下 有沒有杵狀直 你可以兩個指頭這樣對 其實我們這樣對起來 應該都有一個縫隙對不對 你看中間 如果杵狀直 他因為他圓滾滾的 就沒有任何縫隙 所以他要杵狀 那他的杵狀直 杵狀直我剛剛不是講說 很多心肺功能都不好 我剛剛講這個也是心肺功能不好 這個也是心肺功能不好 所以我就說 你要去做個S光跟心電圖 後來診斷是什麼你知道 肺腺癌 他說他從來不會去照S光 那是因為我跟他講說 心肺功能要去 那後來肺腺癌 他早期發現開完刀就沒事了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 我剛剛講 大魚 季季 凹陷 壓迫 這個有可能是心肺功能不好 那杵狀直 這也是缺氧的一個現象 這個就要去查一下心肺功能 我是國中的時候 然後當初就是手上有長一顆東西 然後那時候看醫生的時候 他說是劍翹囊腫 還是肌劍瘤的 然後因為當時是長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會壓迫到神經 然後就是手指頭就會覺得麻麻的 然後後來就決定開刀 因為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這個復發機率應該只有5%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開一開 反正以後就不會再長了 結果我開完之後不到兩年 又長了一顆 可是現在其實這樣可以看到 我也有提供照片啦 就是會有一顆 這邊有一顆鼓鼓的 但因為這次他現在長的位置 是比較偏左邊一點 所以他現在沒有壓迫到神經 然後我就想說 就跟他共存 但因為我現在比如說 像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手撐地 就還是會有一點卡卡 對卡卡的 不舒適的感覺 劍翹囊腫我還第一次聽耶 我也是 有啊 其實很多媽媽都有劍翹囊腫 因為很多媽媽都 那不是要講媽媽手嗎 對 就是所謂媽媽手 那就是媽媽手 有一些人長的地方 他就是大概都在這附近 因為媽媽用很多大拇指 擠奶的手是一直是這樣 然後你一天要擠好幾次奶 然後要出力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擠 擠到後來我這邊是 就是他沒有辦法這樣子動 好了嗎 不擠奶就好了 不擠奶就好了 其實他們那個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劍翹 我先講劍翹囊腫 雞腱流或劍翹囊腫是這樣 你身體呢 有很多的筋路跟骨頭 那你在動的時候 它不會咻咻咻咻咻 原因你就把它想像成 有一些袋子裝著潤滑液 那這些潤滑液呢 你一旦破掉之後 它就會變成像 所謂劍翹囊腫的東西 對 所以像你劍翹囊腫 如果說你用針下去抽 你會抽出透明的潤滑液 的一個液體 那我覺得Teddy當年應該是 少聽了一個零 因為劍翹囊腫 這種全世界再會開的醫生 復發率是百分之五十 不是百分之五 其實你用很正常的理學 就知道為什麼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說我剛才講了 你袋子裝著潤滑液 那你一定就是因為 你某些施力不當 所以你把那個袋子弄破了 當你把塑膠袋弄破的時候 人家把多餘的袋子修掉 把那個袋子補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這種袋子 再滲漏的機會高不高 其實常常就是說 所以你兩年內再發是天經地義的 就是比如說你原本是做 伏地挺身的關節 囊破掉了 好 你破掉之後 我幫你修補好了 你覺得你在用全身的力量 再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不會再破 所以其實劍翹囊腫 就是說一般我們在真正來講 就是說你除非已經壓破到神經 造成你的症狀 不然的話一開始就是先帶護腕 避免造成你劍翹囊腫的動作 那至於那個童童講的 那個媽媽手那種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有時候是反覆使用的時候 旁邊的一個 包括你的肌纖維什麼 它變成一個硬化或腫脹 造成壓迫 它不是像讓一個潤滑液的袋子 肌轉完全不大一樣 所以你那個休息之後 或者是說一些理學的療法 包括針灸 包括中藥療法 他適度的休息 他就會變好這樣子 對 那但是剛才這個手指的部分 其實還有就是 像剛剛那個洪醫師所分享的 我自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因為手有時候最重要的 是有社交的功能 就是伸出來握手 像有時候你一伸出來 就奇形怪狀的 人家就覺得你很可怕 對啊 我們可以先看我們的那個照片 這是我二十多歲的一個病人來 他一走進來的時候 他體重很重 然後其實他手很明顯 其實他不只只有這個 他整個手臂都是 那我就說 那你是要來看體重過重跟痛風食的嗎 那他就說 沒有不在乎我胖 但是有在乎我的痛風食 因為他手一伸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不好意思 你看這種 他跟你握手 你敢跟他握 很多人對沒有醫學嘗試的時候 會覺得很害怕 那但是他為什麼會來照 就是因為他之前曾經開過一顆痛風食 但是開完之後很快就再長 那我就跟他說 廢話 你這樣當然開完以後會再長 為什麼 因為當你處一個病態性肥胖 因為他來看我的時候 大概一百二十公斤 一個病態性肥胖的病人 原本就會處一個尿酸過高的狀況 而痛風食就是因為 你體內尿酸一直很高所形成的 所以你今天不治本 你只治標 你一直長一顆開一顆 可是你身體尿酸一直高 你就會一直長 所以我就跟他說 無論如何 你要先做減重這件事情 那但是終於跟他家人在說服幾次門診之後 終於也去開了這個減重的一個手術 那就瘦到大概差不多七十幾公斤 那瘦到七十幾公斤的時候 那時候才是該來開痛風食的時候 那也瘦下來之後 其實他後來開掉痛風食 就都有開掉就開掉就沒有再長 所以有時候疾病的 除了醫生要鐵口直斷以外 給病人的一個人生的命格的順序也很重要 先減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